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恋爱达人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甜言蜜语烘焙屋 烤出炼味杯子蛋糕 二 情感花园 浇水施肥共会彩虹 三 爱情化妆舞会 画出彼此独特的妆容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甜言蜜语烘焙屋 烤出炼味杯子蛋糕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 来缓解压力 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家名为甜言蜜语烘焙屋的小店 以其独特的方式 吸引了众多寻求甜蜜慰藉的顾客 这家店的招牌产品是炼味杯子蛋糕 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首先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 甜言蜜语通常指的是 那些让人心花怒放的赞美和承诺 而在这家烘焙屋里 这些话语不再只是听觉的享受 而是转化成了可以品尝的美味 每一口杯子蛋糕 都像是被灌注了爱情的魔法 让人在品尝的瞬间 感受到温暖和幸福 而恋味二字 既有恋爱的味道 也有令人着迷的意味 杯子蛋糕的每一层都精心设计 从酥脆的底层到丰富的内线 再到轻盈的奶油霜 每一口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浪漫的故事 顾客在品尝的时候 仿佛能够感受到初恋的甜蜜 热恋的激情 以及长久爱情的温馨 这家烘焙屋的老板 据说是一位情感专家 他能够通过顾客的表情和言语 推断出他们的情感需求 然后推荐最适合他们的杯子蛋糕 比如 对于那些心情低落的顾客 他可能会推荐一款 含有巧克力和樱桃的杯子蛋糕 以提振精神 而对于那些浪漫的情侣 他可能会推荐一款装饰 有玫瑰花瓣和金箔的杯子蛋糕 以增添浪漫气氛 当然 这些杯子蛋糕的魔力 并不仅仅来自于他们的味道 还在于他们的外观 每一个杯子蛋糕 都像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色彩鲜艳 装饰独特 让人不忍心去破坏 但正如爱情一样 最美的东西往往是短暂的 而通过品尝这些杯子蛋糕 人们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 体验到爱情的美好 总之 甜言蜜语烘焙屋 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烘焙店 它更像是一家情感治愈中心 在这里 每一款炼味杯子蛋糕 都承载着老板的心思 和对爱情的美好祝愿 顾客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在品味生活的甜蜜 和爱情的温馨 这家店的成功 不仅在于它的产品 更在于它对人们 情感需求的深刻理解和满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党花园 浇水施肥 共会彩虹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个非常失忆的话题 情感花园 浇水施肥 共会彩虹 这句话听起来 就像是从某位 浪漫主义诗人的笔下 流淌出来的 但其实它蕴含住 深刻的人际关系智慧 首先 让我们来解析一下 这个比喻 情感花园 顾名思义 就是指 我们心中那片 充满情感的土壤 充满了爱 友谊 同情 激情等等 各式各样的情感植物 这个花园 需要我们像真正的园丁 一样精心照料 那么 浇水施肥 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浇水 可以理解 未给予情感的滋养 比如沟通 倾听和共度时光 而施肥 则是指提供 情感成长所需的养分 比如支持 鼓励和理解 没有这些照料 情感花园就可能枯萎 甚至死亡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共会彩虹 彩虹是一个充满希望 和美好的象征 它出现在 雨后天晴的天空中 给人以惊喜和喜悦 在这个比喻中 彩虹代表着 情感关系中的美好结果 比如深厚的友谊 牢不可破的 亲情和浪漫的爱情 那么 如何在我们的 情感花园 中共会彩虹呢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 每一朵花 每一棵树 都有其独特的需求 就像每一段关系 都需要特定的照顾 我们不能对待 所有的植物 或人 都一样 有的需要阳光 有的需要阴凉 有的需要经常浇水 有的则需要排水 其次 我们要学会耐心 就像植物的成长 不是一蹴而就的 情感关系的培养 也需要时间 我们不能期待 在播种后的 第二天就看到花开 同样 我们也不能期待 在刚认识一个人后 立刻建立深厚的 情感连接 最后 我们要懂得欣赏 当彩虹出现时 我们会停下来 抬头仰望 感受那一刻的美好 同样 在我们的情感花园中 当关系开始 开花结果时 我们也要学会停下来 欣赏和珍惜 总之 情感花园的维护 就像是一门艺术 需要我们用心去学习 和实践 当我们用爱心浇水 用同理心诗肥时 我们的花园 就会繁花似锦 而那些彩虹 将会使我们 共同努力地见证 记住 每一次心灵的触摸 都可能是彩虹的一道光芒 让我们一起 在情感的天空中 汇出最璀璨的色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情化妆舞会 画出彼此独特的妆容 当然 爱情这场化妆舞会 每个人都是 既是舞者又是化妆师 我们在这场舞会中 不仅要为自己精心打扮 还要为那个特别的人 描绘出独一无二的妆容 这是一场既充满期待 又带着一丝紧张的游戏 每个人都希望 在舞会结束时 能够与心仪的伴侣 共赴幸福的未来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这个化妆的过程 在爱情的初期 我们往往会展示 最好的一面 就像化妆师用 精心挑选的化妆品 来打造完美的妆容 我们会选择最合适的话题 最迷人的微笑 甚至是最得体的服饰 只为了给对方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阶段 就像是在脸上 涂上了第一层底妆 为后续的彩妆打下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开始更加了解对方 这时候的化妆 就变得更加个性化 我们开始知道 对方喜欢什么样的妆容 什么样的颜色 能够衬托出 彼此的独特气质 这时候 我们的妆容 不再是单一的 而是变得丰富多彩 我们开始用 不同的色彩和技巧 来描绘彼此的眼睛 腮红和唇色 就像是在彼此的心中 添上了一抹抹 独特的色彩 但是 爱情的化妆舞会 也不总是那么浪漫和完美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不小心 用错了化妆品 或者画风突变 让对方感到意外 甚至是不是 这就像是在化妆过程中 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或者眼线画歪了 需要及时地修正 在爱情中 这就需要我们 有足够的沟通和理解 才能够及时调整 让妆容重新回到 正确的轨道上 最终 当我们在爱情的舞会中 找到了那个愿意 与我们共舞一生的人 我们的妆容 也就完成了 这时候的妆容 不再是为了 给对方留下印象 而是成为了彼此 心灵深处的 一种默契和认同 我们不再需要 刻意去修饰 因为对方 已经爱上了 我们所有的模样 无论是素颜 还是华丽的妆容 所以 爱情化妆舞会的真谛 在于画出彼此心中 最真实 最独特的妆容 在这场舞会中 我们不仅学会了 如何为彼此化妆 更学会了如何欣赏 和爱护对方的 每一次尝试和努力 这场舞会 最终不是关于 妆容的完美 而是关于彼此心灵的交融 和相互的理解与包容 总之 甜言蜜语 烘焙屋 情档花园 和爱情化妆舞会 这三个话题 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和关系的 无论是通过美食 关心 还是化妆 我们都在努力寻找 和传递爱与温暖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忙于工作和生活 很容易忽视了 情感的重要性 所以 我希望通过 这些话题的讨论 能够提醒大家 关注自己和他人的 情感需求 学会表达和倾听 让爱和温暖 在我们的生活中绽放 最后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经验 你们对甜言蜜语 烘焙屋 情档花园 和爱情化妆舞会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历 和故事 想要分享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